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 跟小爵离婚了 然后他今天跟我说了一些话 我觉得特别的可笑 是什么话呢 就说嘛 跟我大打感情牌 是吧 说我对他特别的好 比他父母对他的也好 如果说离开了我的话 就说再也没有人心疼他了 再也没有人对他那么好了 再也没有人爱他了 说这话呢,我觉得特别的搞笑 是吧 那两个人都走到这一步了 你说老是说这种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 说出来,我觉得 那我也不想相信呀 我对你好,你又怎么样了 是吧 我老爸比你父母对你还好 那又怎么样了 那你始终是吧 心里面都没有我呀 再说了,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爱我 或是稍微有点想对我好 是不是 那你也不可能就说 对我做出那么多这种事情 然后呢,说离婚呢 也不是说是他的本意 其实呢,只是说是我一直提出这个问题 对,确实是没有错 一直呢,都是我在提这个问题 但是我呢,也是忍无可忍了 我在提这种事情呀 而不是说是吧 从一开始,你有点问题 你犯了错误 或是说是吧 你做了错误的事情 我就去提这种问题 我一而再而三的 也给过你很多次的这个机会 只是说你自己没有把握 那我对你好又有什么用呢 我对你好,是吧 我只是希望你也对我好 而不是说我对你好 希望你很厉害 你骑到我头上来,是吧 对我呢,是吧 使唤这,使唤那的 依赖伸手,放来战口的 想过这个样子的日子 你从来呢,没有体谅我就说是吧 养家户口的难 也从来没有体谅我在外面就说 赚钱的难 你就说啊 我一点付出都没有 一点贡献都没有 在这个家里面是吧 一点地位都没有 然后呢,是吧 还要看你的颜色 看你的脸面形式 对不对 看你的脸色生活 那这样子我也忍不住啊 再说了,好与不好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也没有必要说是吧 太纠结了 哪怕我好又怎么样了 我对你再好又怎么样了 我对你好是吧 我说什么离开了我 没有严格爱你了 这个东西呢也没有存在是吧 那每个人一生中 我觉得呢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也会遇到很多的人是吧 有的人呢 就是说能走下去能走一辈子 有的人呢就像就是这个生命中的过客一样 可能呢只能陪你走一程 但是呢不能陪你 就是说永远的走下去 遇到了是吧 都是缘分 然后呢要好好的珍惜 当这个缘分近了 我觉得呢就是放手是最好的选择 好聚好散嘛 然后呢两个人也不要在这里纠缠不休的 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各自踏上新的征途 我觉得呢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模式 也是最好的这个生活状态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是吧 就说啊 不为将来 呃不念过晚 是吧 活在当下就行了 过去的事情呢 我们也不要老是去唠叨 也不要老是去记住 那未来发生的事情呢 我们依然是充满期待 然后呢对于明天呢 是吧 呃要抱有一定的这个希望 只是说啊 现在的生活呢 努力的去过好 呃 昨天呢都已经过去了 昨天的事情呢 那就是算了 烟消云散也无所谓 对吧 以后的事情呢 呃有所期盼 自己呢 每天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是吧 也不要在意就是任何人的眼观 只要自己呢 跟随自己的心走就行了 过得开心就可以了 他呢 说什么啊 离婚呢 是吧 你给了我那么多钱 我呢 是很感激你的 但是呢 我并不是说想要这个钱 哪怕我跟你分开呢 也只是说是缓冰之计 想你就是说把这个钱给我 要呢 我身上呢 就是说有更多的这个安全感 其实呢 这个安全感呢 是吧 我已经给的足够了 那我又不出去是吧 吃喝玩乐的 每天呢 那就是和朋友聚聚会 有时候呢 还是在家里面 这个东西 我还要给什么样的安全感吗 那相对相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我更加没有安全感了 你整天出去是吧 呃 逛街 跟人家去玩啊 或是去打麻将什么的 我我有时候 我都不知道你跑哪去了 是吧 回家都看不到人了 那你说安全感 我觉得我更缺乏呀 那我都能做到这一步 是吧 自始至终呢 只是说啊 只只想着收获 不想着去付出 不想着是吧 为对方付出 为这个家庭付出 那这个东西对不对 肯定是过不长久的嘛 你跟谁过 跟业和人过 哪怕你在家里面 你跟父母这样子 那也有家草 对不对 那父母一直为你付出 你却想着是吧 呃 父母 父母 为什么还不给够 对不对 你总不想一下父母 那有多难 他已经把全部东西给你了 你还怎么样嘛 那你还想着要回去回报 人家的呀 你有本事了 有能力了 哪怕没有本事 没有能力 是吧 你多说两句好话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呢 肯定不会跟他复合的 好